HELLO 大家好,我是Heidi 今天是我的生日 其實本來我打算不拍片,不化妝,不拍照 因為我男朋友要上班OT,其實真的沒有工作 但是我發現沒有工作的時候,我的職業病就發作了 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喜歡用的化妝品 新的,好用的,常用的 不如得起心肝,開相機拍片吧 如果你也有興趣想知道我現在非常有光澤 皮膚看起來很好,完全不厚重的妝是怎樣化的 我們就由鬆眼開始了 生日也要給大家看,鬆眼 不要緊,都看慣的 其實這一刻我已經塗完護膚品了 但是有一件新的,都很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手上Chanel這支新的精華 名字叫Chamelea Glow Concentrate 讓大家看看質地,是有一點啫喱狀的 做到一個溫和果酸去角質,還有保濕修活兩個功能 我承認最近貪新忘舊,早上轉了用這一支 因為Chanel的那支味道是很luxury 很signature 然後整個人是很治癒的 而且塗完之後,它吸收了 會變得很柔軟的皮膚,你會愛上了自己的感覺 然後面霜我就用了這一盒 它是Caudalie的Great Water Gel Boisterizer 質地是非常輕的 然後塗在臉上是完全沒有負擔感 一罐很清新的香味,剛才治癒了,現在就是醒神了 好,開始化妝了 今天的底妝就會用到Laura Mercier的Cushion 其實就不需要用遮瑕膏 但我知道大家很想看Tarte新舊版本遮瑕膏的分別 所以我都用了一點 兩支的顏色完全不一樣 但最搞笑其實它們的色號是一樣的 因為舊版本我一向都用了Medium 所以新版本想都沒想就買回一樣的色號 結果是不一樣的 淺了大約半度色 所以大家真的要去試色才好買 這個是舊版本的 然後這裡就是新版本 質地方面我覺得舊版本是稠一點的 然後新版本是推得開一點,容易一點 還有延展性會再好一點 新版本用來的感覺沒那麼厚重 但遮瑕度我還是覺得舊版本略勝一籌 所以以一個重度黑眼圈人士來說 我會喜歡舊版本多一點 我遮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是點了很輕的 習慣都是用美妝蛋去推開它 然後這邊我就會用新版本 一樣我也是點一點上去 然後也是用美妝蛋去拍開它 推開之後我會覺得旁邊的位置 舊版本是遮得好一點的 如果你說容不容妝的話 我覺得新版本反而因為它奶油 是有一點容易用的 總之我就是喜歡舊多一點 很難得的 然後Cushion方面 我看今個月真的說了它很多次 所以我就不多說了 大家可以直接看到它上完之後 效果是很漂亮的 它無論拍或是推開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忘記了說一件事 我這麼多影片都忘記了提 就是不要把它上到眼皮位 它是會即綫的 連我這個乾人都會即綫的話 我想大部分的朋友都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除了即綫之外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好的Cushion 定妝方面 因為天氣開始乾燥 所以我又可以用Suku的碎粉 它的粉是好像層那麼小 超正 還要很辣 它們唯一的缺點應該就是 香港沒得買 每一次用到這件鐵片 我都覺得很有成就感 無論是哪一種化妝品 我都會很開心 很多人問我這盒眼影 可不可以示範一個眼妝出來 其實化出來是非常淡的 因為我本身皮膚是深色 但是它淡得來 眼睛是會做到一個放大的效果 你會看到顏色的分別 好像不是很大 所以如果你想那些顏色 是很分明的眼影盤 它這一款就不是了 因為眼妝比較淡 所以眼線我都不用那麼深色 這個顏色是看上去溫柔一點的 是很適合化淡妝的時候用 然後我再拿最深的這個顏色 你看到我塗下去也好 是不會飛粉出來的 一樣這個最深的顏色 它都不可以跟其他眼影最深的啡色比較的 它不會做到明顯有層次的眼妝 但是逐少逐少的分別 會令到眼睛很精緻的看上去 然後我會把這兩種顏色混合在前半部分的眼皮上 這樣擦下去 真的用擦去形容 下眼線也是畫前一半的 一個超溫柔的眼妝就已經完成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用一個扁掃 然後去拿這個尾耳的深色 然後畫那些假臥蠶都可以做到的 它也是很淡淡的 不會覺得很刻意的感覺 所以我是超喜歡這一盒的 然後就是萬眾期待 大家都很想看的Chanel新胭脂 好像沒什麼人做過review 等我來吧 它是一個液體胭脂 看上去好像魚子醬一樣 一粒一粒 擠出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是透明的精華 裡面包著一些胭脂粒 然後推開呢 就會是紅色的 是不是很自然 然後很有光澤 很水感 完全不會有那種粉狀的妝感 是非常漂亮的 我試過很多方法用手上 用掃上 但是最方便 我還是覺得用美妝蛋 是最均勻的 還有最薄貼的效果 我是超直接的 用美妝蛋塗在胭脂上 不用用手指掃開它 然後就點上臉上 你看到那些水光嗎 因為那些光在這邊打下來 是很漂亮的 雖然可能反光 大家還沒看到顏色 現在這樣就看到分別了 它最好的地方 就是不會跟底妝打架 不會像液體胭脂一樣 會抹走之前的底妝 就算上了碎份也好 它是很貼服的 這個是很大的優點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 很貴 真的非常貴 給大家這個角度看看 它是完全不會有界線感 不會有粉感 不會有很厲害的妝感 是非常自然地融入了皮膚的 打兩方面 我會用Laura Mercier 它們最新的感光蜜粉 因為這個實在太輕了 而且因為它是一個密粉的設計 所以就算你不小心 塗錯了範圍也好 它不會像其他highlighter一樣 很浮誇地 把整個臉都穿出來 反而是令到整個臉都會有光澤感 最多 唇膏方面 最近有兩支都很喜歡的 Laura Mercier這支的色號 就是Coral Clear 它是一個好像有少少巴比式的 Coral 但是打底是很漂亮的 然後Chanel這個就是限定色83號色 是一個很適合黃皮膚用的 少少乾燥玫瑰 我試試塗Laura Mercier 但是應該今天的妝容是不配的 它是很淺色的 但多數時間我都會用它打底 然後再加一些啡色的唇膏上去 感覺上是沒有那麼啡會漂亮很多的 但是它又不是那種病態的淺色 大家都知道有些淺粉紅的那種 是會好像很貴貴的 但是它不會的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打底 然後我就加上Chanel上去 馬上都很鎮定 但是這個Chanel 那種味道不是他們平時的很香的化妝品護膚品味 但是呢 由於它的顏色實在太漂亮 太持久 又不會沾杯 又不會太沾落口罩 它設定好了之後 不會完全霧面的 未至於很有光澤 零零零零零零 但是呢 一點都不會張住嘴 或者是很乾真真 它是保持到一個很薄 然後不會顯純紋 我真的很喜歡 我決定不放頭 就這樣放下頭髮就算 因為沒有什麼地方去 沒有什麼做 就不想傷頭髮 純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有什麼新的化妝品 有什麼好用 喜歡用的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個妝容 非常之日常 也非常之有精神 和剛才素顏 是差天共地的光澤感 皮膚看下去的質感 好像很好 是不是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十三點 和星期日日更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